哈喽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我们来到Kelona南面Upper Mission的Trailhead社区 带大家来看看Karrington Homes在这开发的独立屋楼花项目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项目 那首先,Upper Mission是Kelona较好的公立学区 Trailhead又位于Upper Mission的山坡上 部分Lot还有着非常好的山景或者湖景 可谓地理位置优越 其次,市面上大多数买地建房都是走建筑贷款 审批较严格,把很多买家挡在门外 而Karrington Homes这边提供更友好的20%的押金方式 走传统居住房贷款,更容易获批 第三,在今年年底前如果和建商签下合同 还可以拿到3万块的Credit Towards Landscaping 或者如果您计划建永池,建商将支付一半的金额 那接下来跟着我一起去看看今天的两间Walk Out Show Home吧 那这个呢就是今天Karrington的第一间Show Home 这个一间它是带一个One Bedroom Legal Suite Walk Out的户型呢它的起价大概是在1.6左右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间Show Home 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色 进来的话呢它的这个格局 我们左手边会先看到一个客户 在这个Main Level 像现在这种一层主层进来 有直接卧室 家里如果有老人过来住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虽然不是一个En suite 不过它的这个洗手间呢 其实就是挨在它的边上 我刚还注意到它进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进门的Foyer上面做了一个木板 然后再加了一个Lighting 其实这样它看起来呢就比较现代简约也很大方 然后跟它Show Home里面一些别的元素也是相互的呼应的 走到这边来那么开阔的Living Area和Kitchen 其实很难不被这一面墙所吸引的 像我刚刚说的它的这个木质的这个Panel呢 也是跟前面的这个颜色呼应 而且这个Fireplace非常的长哈 是一般的我们的Fireplace的可能一辈子多 装饰性上功能性比较强 不过店的Fireplace 实际上可能制暖的这个效果 一般 我们移步到这一边 那客厅Living Room和这个餐厅呢 也是无缝的这个衔接 这一个地方呢 它做了一个Dedicated Dining Area 直接靠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Paddy有边上的这个窗 大家一边吃着饭 可以看外面的这个非常漂亮的山景 我还很喜欢它现在这个show home的这个配色 有木质元素 有这种黑色的这个磨砂面 很大气 我们看到现在这一个区域厨房 它的counter非常的大 而且有非常多的橱柜的空间 8个灶眼 1 2 3 4 诶 是6个灶眼 但是它的这个controller上面是有8个开关 然后呢 还是一样大排量的这个抽风机 这一边呢 也是可以直接出水 做菜的话很方便 那后面呢 已经是贴了整面的这样深色的 这个颜色的瓷砖 我刚还注意到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它的这个橱柜里面呢 还放了这种pot holder 就是给它卡了这个位置 那这样子收纳的时候比较方便 而且看起来很organized 那这边也是很细心 小冰箱的这个边上呢 它放了这个wine的这个shelving 那这边呢可以放一些红葡萄酒 里面的话呢白葡萄酒 或者咱们有一些什么小饮料 都可以放在这儿 上面呢 Karrington这边还是做了一个 open shelving的这个space 这之前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它的这个独立屋 还有公寓的那个showroom里面 都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细节 然后我们慢慢移步这一边 我们看到它很多的这个applyances 都是built-in的 那这个大家伙在这一边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built-in fridge了 那也是 它这种深色的这个磨砂面 我感觉清洁上起来 比较容易不显脏 然后看起来颜色也很酷是 cabinet to wall 所以你整个空间 包括说结合它的这个层高 看起来都非常的这个舒服 它边上挨着的这一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service room 一个茶水间吧 准备间 它这边还是有很多的这个shelving space 绕了一个圈过来的话 它这一边就是它的这个laundry room 现在有一些我们还会看到它的那个机器 有些新楼盘 它是洗衣器和dryer都是一体的 不过三星的这一个型号呢 也是不错的 我们在这一层呢 除了刚刚看到进门口的这样一间小卧室之外 主卧呢也是在同层 主卧呢也是从房间很明亮的这个大窗子 外面可以看到很好的这个风景 而且它这一边呢是直接有那个联通露台的这个门 所以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直接可以去外面坐一坐喝一杯咖啡 看一看风景 看到他们主卧做的这个装饰墙 他们也是把背面做了一定的有点像brick一样的这个材质 然后后面加了这样一个黑色的靠着床的这个床板 总体看起来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然后呢我们这一边的话主卧联通的这个master bathroom 那一进来呢也是它这个地砖下面也是都是铺了地暖 counter的space比较够 不过看上去这个sink好像比传统的要少了这么一个size 洗手间的这个配色呢 橱柜还是刚刚跟客厅一样 然后它也是延续了这种黑色的磨砂的这样的风格 然后外面看到的那个frame的这种woodwork 在这边也有很好的这个体现 然后这一边我们看到它配套的这个浴缸 还有里面的这个浴室 通通是采用这样子的黑色金属色配色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walking closet 两边占好一人一半或者都给女士 主层看完的话呢 诶 它的这一个出风口 做的跟普通的会有一些不一样 它这个是加了一个cover 长得比较高级一点 现在我们往下走去看一下它楼下的这个生活空间 包括说它有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出租单元 我们现在下来先看一下右边吧 右边先是有一个extra的这个bedroom 那这个卧室呢空间也是十分的这个大 它的边上的这个开窗是全在这个地上的 我们看到房间贴了这个墙纸 然后配了一些家具staging 看起来就是还是很漂亮的 里面呢一开始我以为它会做一个洗手间在里面 不过没有墙后面的话 这边直接就是一个walking的这个closet 空间的话很ok 还是可以挂一些不少的这个衣服 如果有小柜子的话 可能也可以放一些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收纳 然后呢其实如果说是自己一个年轻的家庭带一个小孩 或者说是家庭人并不多的话 其实我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地下室 首先它完全是walkout 它的采光很好 其次除了我们楼上简单的居住区域之外 其实我们楼下还是需要一些个人的空间的 那这边showroom的话是把它做成了一个open的这个gym room 那如果我自己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边做成一个就放一个pool table 这样朋友来的话可以打打这个台球也比较不错 当中有一个放着的这个玻璃的这个divider 那是做了一个空间上的这个区分 所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平时可以放松下来 或者说和朋友hangout的一个区域 我在这儿的话你想把它做成什么样的空间 其实都可以 那这边呢就是main living area的另外一个洗手间楼下的 那如果往这边穿过我们的这个furnace room 另外一点可以提一下的就是 其实一般的building code他们建好里面 它的这个furnace room 一般其实他们都不会刷的 那一般刷的话就是在industry的这个standard之上 虽然说这个空间我们平时不常access 但是弄一下还是看起来舒服很多 当中这一边的话是sweetwasher and dryer 同样也是三星sweet的这样一个卧室 那其实空间还是蛮宽敞的 它放一个普通的queen加上两个side table 而且它的这个衣柜空间也可以 因为比普通的衣柜稍微要深一些 然后我是留意到它地下室 除了我们普通呢我看到有这个出风口central air控制 那同样呢还是做了这样子的这个暖气片 因为一般来说像冬天在地下室的话 它的这个气温肯定会比楼上稍微更要冷一点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extra的option 然后sweet比较standard的3 piece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是跟parenton项目里面可能沿用的这个风格一直都挺像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sweet的living area 包括说它边上的这个厨房区域 其实就是麻眩虽小五脏去全 你放一些基本的这个家具啊 sweet下面也可以看到很好的这个景色 那现在冬天的这个colona的市场 好虽然说rental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做moving的不多 但是这样一个sweet小的一房 然后全新的1700左右 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基本呢我们的stainless steel的这个appliances都有 然后sweet这一边呢也是有单独的这个出入口 那有一点这个sweet的这个层高应该也将近肯定是要有9了 在下面完全不会觉得压抑 它的客厅呢还是用了这个冷气片 跟刚刚我们看到洗手间的一样 是做一个additional的source of heating 其实我们已经有点滑的终点 所以就直接把它看起来 我们就在这里 我现在就在这里 好多年 好多年 我还好多年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开转弃 好多年 那么多年 还有你 我们在这里 好多年 好多年 我们就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